麻辣水餃 麻辣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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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點蒜泥醬油跟麻辣醬 奇怪只有下雨 怎麼會 會悶悶的 對啊 下雨還這麼悶 加油 不能加粉辣 很香 很緊張 幹嘛要吃喔 很辣 幹嘛要吃喔 哇 因為阿劉阿劉 一點點就已經剩下了 因為阿劉他今天 他那個水不可以碰牙齒 阿劉他今天拔牙 他裡面那顆牙齒已經長出來 到外面那顆還沒有掉 嗯 然後呢 今天我跟你講超快速的 五分鐘不到 是一分鐘 他才剛坐下來 然後 醫生就是 他說 他在整他的氣質 就是說 這個拔掉之後 他就 他會慢慢自己往前 兩到三個禮拜 就會牙齒就會整了 講完之後 然後 我就往後出來 然後 他這樣 媽媽 醫生先那個 塗藥膏之後 塗完之後 在那個 幫我 拔了牙齒之後 好 等一下 就有人這樣吃也拉 所以他們現在兩個在玩 植物大戰殭屍 玩具 而且是 二滴吧 二滴 而且我覺得 他現在 他完全吃 他講 哈哈 他現在要講 四十字 這個 這個玩具 台灣買不到 要上網嘛 大哥 以前拔牙會超痛的 所以都會自己在那邊一直咬咬咬咬 因為他自己掉 對 他剛剛其他經營 他這兩天也是 但他沒有 我跟你講 醫生真的是 他動作超快耶 沒有我覺得這醫生很好 我覺得 比正常的那種兒童科 兒童醫師 兒童醫師 牙醫啊 而且我沒有哭喔 好的牙醫 會影響一個人的一輩子 因為我覺得他會先 給你信任感 很多人童年的時候啊 很怕就是 因為拔牙醫 遇到很多不好的經驗 所以長大其實很多人都怕看牙醫 而且我其實我很怕遇到老醫生 因為我覺得老醫生比較沒有耐心 但他這個是老醫師 老醫師的話他就給阿優非常多的信任感 這是一個很有耐心的老醫生 而且因為你們知道就是 雖然我可是其實牙醫診所非常的多 人家說永和 走每幾步 每一條路 每一條路上都會有一間牙醫 你直接好好仔細想想哪一條路上沒有牙醫 沒有 每一條路上都有一到兩間三間四間的牙醫 所以我說就是 我覺得一個好的牙醫啊 對於孩子的影響真的非常大 因為阿優很小的時候看過 一些有名的牙醫診所 但是他就是很緊張這樣 後來我 一開始後來就是我們在 就是又要再去看牙齒的時候 他其實是非常抗拒 然後媽媽就是 就是找一找之後 欸這些牙醫診所不用排隊 媽媽純粹方便不用排隊 因為那個時候是要 應急 應急而已 欸發現很好了 這個 你吃冰箱要幫我拿就好嗎 嗯好 媽媽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真的是好的牙醫 就是 這真的是 誤打誤撞 然後那就是這個牙醫 要冰的喔 你開始想說 他沒什麼的 然後就去看比較快 這我把牙醫 超有耐心的 超好 孩子對他的信任感也非常夠 因為對 孩子對醫生的信任感 取決於他看牙醫 的速度會不會快速 會不會緊張 因為其實在看牙醫其實可以非常快 都是在哭鬧的時候 好像沒有了 新冰箱 對阿姨 阿姨現在 看牙醫都感覺非常快速 從 因為從他很小 大家去看 遇到很多不好的經驗 他很緊張很怕 導致他看牙醫 進去 沒事 兩三下就解決了 我覺得他這個 麻辣那個 麻辣睡覺很好吃耶 你覺得不好吃啊 是阿 我說是阿 因為我辣 所以我覺得就很棒 有這樣子的牙醫 不知道大家就是看牙醫有什麼樣的經驗呢 我自己是遇到那種就是很可怕的經驗 因為幾年沒看牙醫 還是有去看啊 但是現在沒有沒有需要看牙醫阿 沒有阿 每半年都要洗牙 就洗牙可以阿 所以我決定要去給這個醫生洗牙 我看了我都覺得我對他很信任 好 然後 因為其實看牙醫其實我也有點沾 就是 我有點擔心 就是 醫生那麼近 剛剛去的時候呢 前面有客人 那他們就是 護士請我們 先塞外面的 把他收你 這辣辣的 你吃那個 包包 然後那個 護士一起我們 先刀 不是我剛才有答應 我要水 你剛才有答應給他 不是我剛剛想說 他在玩 我就沒有給他 你怎麼可以答應了他對不對 他吃 他對於 因為他對於吃 好對不起對不起 我再去煮 因為他對於吃是一個非常堅持的 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以前做果凍用的 這不是做 也可以 但是這個可以現在就是拿來做冰塊 或者就做模型 冰塊的模型是熱膏的 他就是做 他就是做冰塊的 對對對 這不要拿出來玩 這不是玩具 不要弄破 弄破就不能做冰塊了 不是玩具拿去給媽媽 對 這個也可以做果凍 或者是冰 是他這個做出來是又麻又辣的 給他吃荔枝啊 對啊給他們吃荔枝 也可以喔 荔枝 我想撥撥看 不要補掉 會噴會噴 不要不要不要 色質很多 好啦 就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就是 牙醫的經歷這樣子 我剛沒有講完就是他們是 就是請我們先在外面 然後等客人出來之後 我們再進去 然後護士跟醫師 他們做完的客人都有 就是握他們洗手消毒之外 他們的麵罩 他們是戴整個麵罩跟口罩這樣子 然後都有進行擦拭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 他們還蠻保住自己的 就是這樣